我已经连续两天对亨特先生涉港的错误言论做出了回应 表达了中方的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但他似乎还沉浸在昔日英国殖民者的幻想当中 还殖民于居高临下对他国事务指手画脚的恶习当中 依然不思悔改 继续信口词黄 英方对回归后的香港一无主权 二无治权 三无监督权 根本不存在任何所谓的责任 英方动不动就以守护者自居 这纯粹是自作多情 痴心妄想 所谓香港居民的自由是英方争取来的 这种说法简直是厚颜无耻 我想问问亨特先生 在英国对香港进行殖民统治期间 香港有何民主可言 港人连上街游行的权利都没有 未经许多余见 香港人连上街游行的旅行 政治人连上在冷博中